下面我们要对运动机进行检测 看其打出的硬度是否准确 平推运动块至另一个点 旋转手轮顶起压头至三车的位置 此时刻度不应超过B细刻度处左右五个刻度 如果超过此点破费 转动表头使B细与大指针同合 向前拉动加力手柄 看到表头指针回落 线力手柄千百 整个过程持续6到8秒 上后推动线力手柄 表盘指针的回落速度可通过此调整针来实现 调整的时候 首先把下面的背面松开 然后帅时针旋转上面的旋角 是让指针回落速度变慢 逆时针旋转让指针回落速度变快 注意每一次调整完以后 把下面的背帽背死 下面我们来进行标准块硬度值的测量 标准块为27.6HRC 27.6是标准块的硬度 HRC是HRC标尺 是150度复合金刚式压头 将硬度块放到工作台平推提下 旋转四杠主轮 使工作台上升 硬度块顶起压头 转到三圈的位置 向前拉动加力手柄 指针回落 在指针完全停止后 向后推动吸力手柄 读取硬度值 一般情况下 第一点 我们选择不取硬度 从第二点开始 同样的操作 读取硬度值 硬度值为27.3度 标准块硬度值27.6 符合国标2%的标准 我们测得了HRC硬度 低块20度左右的块 和高块60度左右的块 如果同时偏高或偏低 可通过小高杆上方的 调整块 来调整硬度的高低 松开固定块 前后的两个螺丝 如果硬度值偏高 向机器的尾部移动 调整块 如果硬度偏低 向机器表头处移动调整块 注意每一次调整完以后 用力上紧两个螺丝 锁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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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